主席昨天跟那個AIT主席好像從原本的聚餐有延長時間 好像聊得滿愉快 到底談了什麼 我想說這樣啦 既然他是代表美國政府來跟我們討論一些事情 這個都涉及國家安全 這個不方便在外面轉述 我們還是這樣 跟人家講話都要有信用 既然他希望說這些細節就不需要對外面轉述 我們就不需要去博什麼聲量去轉述這個 所以反正 美國一定是表達他對台灣的關心 希望有哪些將來大家可以溝通 就這樣啦 不過當然細節很多啦 對於三個候選人的主要候選人的態度 您有感受到他對你有什麼樣的態度嗎 沒有啦 這個是這樣 美國政府一再表明說 他們是不會干預台灣的選舉嘛 只是希望說不管誰當選 台灣跟美國的關係可以保持良好 我說這沒問題啊 這個 不管誰當選 台美關係都不會改變嘛 就這樣 釣魚台的這個 先補輿論喔 沈道認為您失分 而且得罪了葛萊儀跟羅伯申 釣魚台 我的態度還是一樣嘛 我們要先解決老百姓每天生活的時機問題嘛 那個主權有正義的以後再處理嘛 你先解決老百姓 這個案子就是我去 宜蘭那個蘇澳漁民 他們在抱怨嘛 當然 執政其實最重要的目的就是 要先解決老百姓每天面對的問題嘛 這個先處理 那個有正義到後面處理 所以我不覺得說這個有什麼扣分啦 這個大概 意思就是說 每個人他的政治理念不一樣嘛 我們的政治理念說 就要先解決老百姓每天生活的問題嘛 OK 這是這樣啦 至於說那個 什麼葛萊儀那個 既然他已經表明他的立場了 那我們何必去跟他 再去跟他 怎麼講 打吹過 算了 不要了 那郭台銘董事長他今天下午會到高雄來 那主席我們會跟他見面嗎 沒有耶 我看我的行程我下午是那個什麼 創新創業委員會辦了一個上課嘛 所以我沒有安排有見面 會不會擔心又有你來賭你的行程 不會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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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啊 關鍵